华联门诺医院有一名方姓女护士 被人拍到吊着点滴直大夜班 照片也在网络上印发讨论 有网友都说很舍不得 那么也质疑门诺医院人手不足的情况相当严重 但是门诺医院表示 这名护士是因为责任感重才会坚持上班 院方并没有不让她请假 方姓女护士6月18号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在傍晚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现象 但是因为她的责任感比较重 仍然按照班表轮值大夜班 她的同事见到她身体不适 请她到急诊就医 一直到状况好转 方姓女护士继续工作 一直到6月19号的凌晨 值班的大夜班护理长分送点心的时候 看到方姓女护士掉了点滴 还在值班 非常的不舍 于是赶快安排一个空病房让她休息 那觉得一个人要过到27床的这个病患 确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负荷 那我觉得在她身体还可以的一个 允许的一个状况之下 她就继续留下来上班 那这当作是同时都有帮助 她也让她去做休息的动作这样子 有民众质疑 院方因为人力不足 拒绝让护理人员请假 但门诺医院表示 外界的质疑并非事实 院方护理部主管很心疼 方姓护士因为工作禁止 而为主动请假 大家都感到很不舍 不舍得很不舍得了 我好 你不舍得了 你不舍得了 好